冬燕 冬燕這個影片裡面我覺得還蠻有趣 為什麼你會有一個中文 然後下面還有英文的字母 這個有特別的含義嗎 其實我想在做網路的媒體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沒有國界的 那既然要沒有國界 我在語言上面我就要做到雙語 至少做到雙語 那很直接的個人經驗是我們在 比方說去年去參加世界劇場展 其實大家對台灣非常的驚豔 但是不知道再更多了 可能大部分的國際的英文人是知道 Cloud Gate 雲門等等 但是新的人在哪裡 台灣新的編舞的想像 新的戲劇的想像有嗎 那我就希望我們如果這個頻道 繼續走下去持續的維持雙語 雖然後續在製作上面 發現真的是給自己非常大的壓力 這個中音對照這件事情還蠻花工夫的 語文的精準度字幕柱之類的 跟怎麼樣節奏跟中文的上法 其實完全是倍數的增長 但是我覺得可以做可以值得 就是有一天我們 比方說舒怡跟我講說他們 其實是參加杜賽奪夫的舞蹈節 真的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幹嘛 慢慢跳慢慢怎麼樣 然後才會漸漸被認識被知道 我想以後如果因為現在是 手機平板這麼盛行 所以以後我們手上去有一個台灣的 數位的影像化的表演資料庫 是我對NDCH2GO最大的希望 其實我之前跟東彥聊天的時候 有一個兩個人 其實我們都有共同的渴望跟焦慮 就是我們覺得台灣的藝術家真的好優秀 只是就像東彥剛剛說的 不一定大家都認識他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可能甚至連他的家人都不是 這麼清楚跟了解 所以這個頻道是想要讓大家更了解 這些藝術家 其實你們有拍了 舒逸 武康 威嘉等等優秀的舞蹈家 對 然後還有志凱 對 然後故事工廠 然後還有李明成 對 像李明成作為我的學弟 一個新人導演 他的每次的東西都是完全在創一種新的風格 那我們在拍他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一個廚師來看他排練 對照 就是一個大廚去菜市場面對照 然後我怎麼看你排戲 我就怎麼做的菜 結果他做了一個墨魚配龍鬚湯 對 就蠻妙的 對 兩廳院其實做這件事情 應該有一個最終極的目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因為其實做這件事還蠻很基礎教育 然後很花功夫 我們剛剛也談了很多 你們背後要付出的努力 為什麼兩廳院要做這件事呢 最主要也就是說 我們很多觀眾是比較年輕的主群 那他們使用3C的這個習慣 就是應該我們好好去運用的一個頻道 對 所以如果我能夠透過這一個頻道 去跟他們對話 跟他們溝通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讓他在年輕的時代 就跟兩廳院有一個依戀的一個連結 之後進了社會 這個連結不會斷 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跟他們拉得更近 那也就是我們做這一個頻道的一個出發點 我們看到很多精彩的藝術家 在頻道上介紹出來 接下來還有誰呢 接下來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之前花很大的功夫拍的 有兩度來台灣的皇家芭蕾 然後對 所以皇家芭蕾 他們基本上因為他們的藝術頻道做得更大更好更長期 包含有跟著芭蕾琳娜一整天的生活能力 所以他們完全一拍幾個就完全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拍了台灣的演員 上去皇家芭蕾的舞台上面工作啊 對 他們被採訪進去的過程 對 然後跟他們一起工作的一些心得想法跟經歷 對 還有很多來跟我們分享 真的是分享自己創作的點滴 跟接下來還有環球劇場要來台灣 或者是今年接下來蔡博 蔡博要在兩廳院呈現Q&A的第二部曲 對 就覺得很精彩很期待 接下來我們今年要怎麼玩這樣子 就是每次在拍的時候也認識別人更多 其實一想世界我們有兩組記者 我們也每天都去採訪台灣的藝術家 有時候我們回來之後都會想說 這些藝術家都好精彩 我們應該都幫他們拍一個短片 所以我說我們是有相同目標的夥伴 聽說東彥在影片的最後 都會很調皮的問藝術家說 請問你覺得你是什麼動物 我們今天拿同樣的問題 我們先請總監幫我們回答好不好 如果說的話因為我非常喜歡狗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應該像 就是很努力工作的狗 然後也很會去保護人 然後很會去照顧人 也能夠給主人慰藉的狗 那我的主人當然就是所有的觀眾 是 那東彥呢 不瞞妳說我剛剛真的認真在想一下 我之後也覺得是狗耶 你們之前沒有對過答案 沒有 對過答案 對 包含之前另外一個訪問都講不出來 但我就想說其實狗 因為說真的我還的確像 就是非常花時間在工作上面 努力這件事情是滿像 讓我覺得有點像狗的感覺 所以當初你為什麼會問藝術家這個問題呢 其實當初是想要破格 就是不要一直問藝術一直講 所有的理念啊 諸如此類的 破格問顏色問 問另外所有想像喜歡吃的水果 或什麼東西去玩 對 但之後發現被問到還是滿困難的 對 也許你可以藉由這些答案 認識這些藝術家的另外一面 但很妙啊 別人怎麼講 比方他們怎麼看書 就會出現不同的動物 然後有的人就會去說很細 比方說是個貴瓶狗 什麼什麼的 脖子很長 那我覺得滿妙的 就聽一些有趣的想法 可以跟我們透露一兩位藝術家 他們說他們是什麼嗎 其實都是別人說他們是什麼 對 好 你記得的有 我記得的有 例如說我還滿想知道別人說武康是什麼動物 他老婆說他是雪豹 就是漂亮 帥 對 所以名化他就是 完全就是戀著他的老公這樣子 是 然後 別人說書翼是什麼動物 書翼就是貴賓狗啊 貴賓狗 你知道有點驕傲 但又有點努力這樣子 對 然後又很賞心悅目這樣 對 也有孔雀 很多耶 笑詞說書翼是孔雀 他們團內另外一個舞者說書翼是孔雀 對 其實我覺得還滿複合的耶 試煉嗎 就是有的時候收著 但是真的到時候的時候是可以 你知道 展放的時候 總監覺得這些答案像嗎 因為其實總監 看著這些年輕的藝術家到現在 在台灣已經有一部分的成績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說 每個人在觀察角度的出發不一樣 對 那你說每一個人其實我都有不同的面向 那有的時候你覺得牠是某種動物 有的時候牠可能又是 那白天黑夜我覺得這些藝術家 有趣的就是牠們有很多面向的風格 那如果硬要說 我就覺得剛剛講那個孔雀來形容書翼的話 我覺得蠻貼切 因為牠是一個非常自信的人 對 可是相對的就是說 牠其實在退下牠那個開屏之後 我覺得牠就是一個 還滿腼腆的一個男孩子 可能大家又沒有辦法去想像 牠也有那一面 對 尤其是如果你要跟牠講起舞蹈 或是講起工作要如何很認真這件事情 牠又跟你很認真 對 就是一個藝術家的樣子 我們未來也非常期待 東彥跟總監可以再帶給我們 更多台灣精彩的藝術家 然後在網路上很親愛就可以找到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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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